好了,又是未來跟大家玩玩玩具的玩節 今期未來想跟大家玩的這隻是萬代 應該是一兩年前推出的這隻MX龍創苑 老實說,未來是這陣子才喜歡的七魂龍神苑 其實這隻系列我其實都沒有看過 最初始印象應該是停留在最初版的魔神英雄傳 直到後來什麼超魔神英雄傳 超超超魔神英雄傳 我都沒有看過 老實說,萬代選了MX龍神苑這個系列 我個人認為是很不錯的 至少比Lobo雲或MetaBuild的系列出得都要為之好 為什麼呢?我們來看看 首先,開了盒子 因為我買回來基本上都開過盒子 基本上是測試點 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沒有東西掉了 這個支架應該是這個系列最棒最棒的地方 為什麼呢? 這些支架,只要你買了這個系列 都可以無限性延伸 可以組成一個超巨型 超巨大 超豪華 和超誇張的一個場景 這些是留待你們自己去探索的 好了,我們來看看說明書 這次我換了一個風格 就是用了下面這層來跟大家開視頻 舒服很多 為什麼呢? 我給大家看看 平時我是拿這層的 這次我拿這層 可以控制的畫面就相對好一點 因為我的手沒可能那麼長 都放進去 那就好了 那支架可以看得到 那這隻七雲龍城 我個人覺得挺漂亮的 尤其是這隻是新版的 火部... 他有沒有叫火部盜 還是盜布 不知道什麼鬼的主角 反正就是... 好像... 粵語是叫飛雲的 的新機 他是替代了第一代的龍神苑 開了一盒之後就是這樣的 那這裏有爛的 為什麼呢? 就... 呃...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可能是運輸途中 那這隻東西 我是在亞馬遜錄單的 那就... 比就比他坑了一個特典 他... 亞馬遜那裏的主頁是寫 特典是應該有配飛雲和... 虎王的那個... 人物卡的 但是限量發售 就是... 舉個例子 這隻東西發售了可能一個月 這樣算 嗯... 頭一批... 即是第一批貨就會有 第二批貨開始就沒有了 那... 那... 我這隻都已經不知道是第M批貨 那... 沒有... 其實我都預料了 不過沒有所謂 只是有一點小心有不甘 被他坑了那個... 特典卡 那... 好了... 我們來看看配件方面先 這隻東西拿開先 配件方面就有一... 把... 劍 這把劍其實有點短 但是賞色是OK的 賞色我個人覺得是真的OK的 我先選給大家看看 那... 就... 兩隻... 張開的手型 龍神院是三爪魔頭來的 所以呢... 它是沒有... 五隻手或者六隻手的設定 那... 還有這個... 是... 卡住這把劍的 藥物就應該是... 王塔斯 大概是這樣 那... 是不是這樣 我先看看 原來好像不是 我看看 那個說明書是教這樣 我明白了 插在這裡 然後把劍呢 把劍呢 把劍是怎麼方法 把劍是這裡 蒼龍劍 大概是這樣 那... 都好的 可以完全裝在身上 那我們來玩玩這本體 本體方面呢 上色是完全超級 我覺得是... MX裡面的少有精品之一 其實龍神院這個是我一直都沒有玩開的 但是... 是... 近期抽起這條根 無緣無故想玩MX這個系列 但是... 應該說想玩一下龍神院這個系列 但是... 又不想買LOBO 因為... 我前頭都買過兩隻 即是... 那種感覺是... 玩完第二天 可能... 想丟回到網上賣了的那種感覺 但... 這隻就... 怎麼說呢 都上算可以 首先... 來看看頭部的可動 左右力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都是一些頸長 好像... 好像是火雞駝鳥那種的 那種... 那... 腰是沒有可動的了 咦... 有喔... 神奇喔... 它可以靈 但是不可以拔 如果是... MetaBuild 或者是Lobo 這裡是可以直接... 整隻... 這樣... 就是... 前後這樣打開 這樣打開 那... 身上很多位 好像這些尖位 這些位都是硬膠 所以... 正常玩不會斷的 但是都要... 小心 那... MX就有一個致命箱 一直都是這麼多年 都是改善不到的 就是這個了 這個位了 我置給大家看 等一下 就是... 就是這個位 為什麼 我試給大家看 那... 是很鬆的 但是它又不是說鬆到會... 跌下來 反正這種靠狀我不喜歡的 所以... 那時候我才... 沒有再繼續玩MX系列 我記得我... 由第一隻出的... 命運開始 我就... 就... 草齊到... 直到... 巴巴托斯 每期出就... 每期買... 有些... 直接買兩三隻 然後... 整個支架... 撞出來 很誇張 撞到... 整個米那麼高都可以的 所以... 這個系列... 我覺得是... 這個支架... 很划算的 可以說是... 買支架送本體系列 那麼... MX這個系列... 我遲些都會有很多... 視頻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買了... 近期... 我在國內... 朋友可能入了一箱貨 有... MX的... 數碼暴龍系列啦 還有... 龍神苑啦 跟著還有... 不知道幾隻... 什麼... 我忘記了... 我那時候是叫朋友幫我找的 我都沒有叫... 我都... 忘記了款了... 已經太久了... 基本上現在都是堆滿... 堆滿半年一批貨才會走過來的 那就... 這個... 這隻... MX的... 出龍神苑呢... 我個人覺得就是... 做得... 好好的... 比例還原回... 龍神苑真正比例... 至於可動性就... 見仁見智啦... 那麼... 這隻東西我那時候買... 特... 那個叫什麼... 特價... 是... 大概可能... 11-12元美金左右啦... 我覺得OK的這個價... 那麼... 他師傅那隻... 戰神苑更便宜... 現在跌到7元... 還是4元美金而已... 更誇張... 唯一呢... 我覺得這隻東西有一個... 致命傷... 也是我覺得最不好的就是... 頭這個位... 這個位... 如果是... 透明件呢... 會很漂亮... 但是... 一分錢一分貨... 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 在原設... 那個... 圓柱設定中呢... 它是... 有... 那個... 飛行狀態的... 那麼... 它也有做這雙翼出來... 但是... 那... 都是那句啦... 如果你張開了這雙翼... 這雙翼... 全部就穿了鍋了... 但是... 正面看就... OK... 我覺得蠻漂亮的... 那... 這雙翼... 基本上就是這樣啦... 可動性... 基本上... 標準有的... 它會有... 不該有的... 它也不會做多餘做給你... 就是這樣啦... 那... 就... 題外話說說... 它有做這個蝴蝶裝... 這裡... 兩邊... 我覺得是做得不錯的... 那好啦... 基本上就是這樣啦... 好啦... 我們下期再見啦... 拜拜...